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继续呈现出各国经济表现 差异明显的特征 其中有21个国家 主要是该地区经济多元化水平更高的国家 预计将保持在5%或者更高的增速 但在另外24个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国家 包括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 尼日利亚和南非 经济增长看来依然缺乏动力 这就意味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将会减化 总体而言 按照当前实施的政策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复苏将会增强 经济增长预计将从2018年的3% 升至2019年3.5% 并在中期稳定在4%左右 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的三大经济体 尼日利亚、南非和安格拉 它们都是资源密集型的国家 这三大经济体占该地区总产出的50%以上 但在过去的10年间 它们的增长表现却显著恶化 这拉低了该地区的平均值 并掩盖了一些国家快速持续增长的现象 对于贝宁、埃塞尔比亚和塞内加尔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而言 它们需要将经济增长的重点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 公共部门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但也导致公共债务水平的逐步攀升 对于资源密集度更高的国家 以及像安格拉、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增长缓慢的国家而言 它们需要进行政策改革 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这其中包括消除政策的不确定性 并为私人部门的投资创造更良好的环境 我们对冲突的研究发现 自21世纪初以来 该地区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明显下降 然而该地区仍然有30%左右的国家 在2017年的时候受到冲突的影响 并且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非国家性质的冲突取代了传统的内战 这包括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袭击 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 这些冲突导致人均GDP出现大幅持续的下降 并对邻近的国家和地区产生负面影响 在这一背景之下 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发展 并减少区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对区域内贸易的研究发现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一旦达成 将会形成一个人口规模达12亿 GDP总值达2.5万亿美元的市场 这能显著促进区域内的贸易 特别是如果能同时进行相关的政策改革 以解决各国具体的非关税性的贸易瓶颈问题 重要的是 我们发现与非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相比 非洲区域内的贸易更加多元化 且拥有更高的技术含量 40%的区域内贸易是制成品贸易 而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出口中 75%的出口是矿产品 例如原油 为确保所有人都能共享区域内贸易一体化 带来的益处 政策制定者应该注意一体化过程中 可能带来的结构调整成本 您的情商 Adeig 您的情商 您的情商